光绪帝与赵紫阳有多少相似之处? 光绪帝与赵紫阳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 以下是一些可以考虑的相似之处 改革意图 光绪帝和赵紫阳都表现出一定的改革意图 光绪帝在光绪变法期间试图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 并推行君主立宪 而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 也提出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措施 并在89年六四事件中坚决反对镇压学生 并主张听取抗议学生的意见 面临保守势力的阻力 很相似的是他们都是表面上的领导人 并非实质上的领导人 虽然光绪帝是清朝的皇帝 但是光绪并没有兵权 赵紫阳也是如此 赵紫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但只是军委副主席 没有军权 他们都是名不副实的二把手 自然光绪帝和赵紫阳 都面临来自保守势力的阻力和反对 光绪帝在清朝保守派的限制下 无法全面推进变法 而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 也面对了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和反对 结局类似 光绪帝在光绪变法失败后 被慈禧软禁一直到死 赵紫阳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 被邓小平软禁一直到死 历史影响相似 光绪帝和赵紫阳的失败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中国错失了改革的大好时机 光绪变法失败十年后 清朝就灭亡了 赵紫阳1989年被软禁后 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 但是30年后又遇到了制度问题 我们的制度和西方列强的不同 中国有句老话到不同不相为谋 西方列强又一次无法容忍一个异样的中国 又一次围堵和猎杀中国 这一次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 但愿习主席有光绪的志向 莫要做亡国之君 及时实施政治改革 接受普世价值 还政于民 才是中国的出路 由于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原子弹 八国联军清华的事件不大可能重演 但是中国的经济完全可以遭受不可承受的打击和毁灭 只有接受普世价值 和西方列强拥有一样的价值信仰 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中华民族才能复兴 谢谢朋友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帮忙点击订阅 我们的频道 一万个为什么 非常感谢